在場所有愛多美的家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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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有精神了 我們給自己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我是這一次跟大家分享獎金制度的主獎貴賓 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紹 我叫徐烈剛 來自台中長馬教育中心 其實我們安排的時間沒有很多 所以我就直接帶入主題 跟大家來做一些分享 其實獎金制度它就是一個錢的分配 其實大家要先了解到 所謂錢的分配在我們一般的日常生活百貨 它是怎麼流向 我跟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你知道我們的日常百貨 一般它都是從工廠生產製造出來 那途中會經過總代理 區代理 大盤 中盤 小盤到店面 那一般你我的消費者都是到店面去購買 我們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 任何的食衣住行娛樂的商品 打個比方 假設列剛身上這件衣服 它的原物料的成本 可能是聚質纖維 可能是棉花等等之類的 如果它的成本只要50塊錢 可是通常我們到店面去買一件衣服的時候 可能要花500塊錢去買這件衣服 我常常會跟我的夥伴問說 你覺得這樣子合理嗎 各位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很合理 為什麼很合理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中間的總代理區代理大中小盤店面 他們有非常多的支出 固定的成本 他必須要請人士 要有管銷 要有租金 還要有請貨車司機來來北網 最重要的是 中間每一個做生意的人 他們都是要賺錢 有的人賺1塊 有的人賺2塊 所以這一些所有的支出 所有的成本 各位覺得要誰來支付 消費者沒有錯 所以今天我們沒有辦法用成本價 原物料的價錢去買一件衣服 我們可能要它的末端售價去買 那如果今天我們想要用成本價 原物料的價錢 我們就不能到店面去買 我們要去哪裡買 工廠答對了 可是今天我們去工廠 他只會買一件給我嗎 不會 可能一次要買一個卡車一個貨櫃 在整個直銷產業原本的想法 跟用意 他就是什麼 直接透過自有的工廠 或者代理合作的工廠 生產出來所有的產品 透過一個通路 直接到消費者的手裡面 所以中間就可以節省下 非常多的成本跟支出 因此消費者可以買到 比較便宜的東西 這樣子簡單的概念 就是直銷通路原本簡單的用意 其實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有時候我們在馬路上面 常常會看到一些小發財車 小發財車像我住在台中市 偶爾就會看到上面一個木板 然後寫很甜的水蜜桃 然後又有看過賣櫻桃 又有賣草莓 旁邊會有四個斗大的字 叫做產地直銷 各位有看過嗎 有 簡單的說法就是 這些農夫從山上 從果樹裡面 果園裡面 採下來的東西 不要經過大中小盤 直接裝在小發財車裡面 賣給路過的消費者 所以這是直接銷售的概念 那今天以愛多美來講的話 本身它就是節省 中間所有的支出跟成本 所以你我才能夠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買到我們所需要的商品 所以中間有非常多的利潤 可以做一個分配 這個就是獎金制度的由來 那很重要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在所謂市場上面 有非常多的直銷公司 而今天我們董事長 普安吉先生一直在倡導 愛多美它就是要 顛覆傳統傳直銷的概念 而以獎金的分配來講的話 各位我們要如何區分 一般傳直銷跟愛多美當中的差異 教各位很簡單的分辨的方法 如果我們的獎金收入的來源 是來自於新會員加入時購買的商品 它是被強迫 這時候你就要曉得 它是屬於一般性的傳直銷公司 打個比方 如果之前有人跟你介紹 某一家某一家某一家 介紹一個人可以賺兩千塊 介紹兩個人可以賺五千塊 你很清楚的知道 介紹一個人能夠賺多少錢 這個就是一般的傳直銷的獎金分配 為什麼 因為他在加入的時候 就要選擇購買一定金額的商品 而從中再撥取利潤 那反觀我們在愛多美的獎金制度上面 我請教各位 今天如果介紹一個人叫王曉明 王曉明加入會員 我們可以賺多少錢 沒有 很特別 所以一般我之前在推廣愛多美事業 一般有傳直銷經驗的人 他會覺得很不自在 為什麼 我介紹一個人 我不知道可以賺多少錢 他會很納悶 但這個就是一般我們消費者本身的立場 各位 什麼叫消費者本身的立場 我們加入愛多美之後 所要購買的商品 我常跟我的會員朋友講說 缺什麼 買什麼 沒有缺要不要勉強 不要勉強 就好像我們去一般的通路 一般的大賣場 我可能設定我是要買一個麵包 設定我要買一罐牛奶 推著我的推車 結果路邊看到 好像有一包零食還不錯 我就加上去加上去 它是自然消費的概念 而今天在愛多美所有的消費者 都是採用一個叫自然消費的概念 它並不需要透過強迫一定的金額 讓會員去做一個選擇 而這個就是最重要的概念 所以各位如果了解到 愛多美它本身獎金制度的文化 獎金制度的意涵 你卻了解到 它是完全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首先跟各位請教一下 我們生活用品要去哪裡買 愛多美沒有錯 因為一般消費者各位要曉得 消費者是沒有忠誠度的 今天我在A公司上班 我不見得要買A公司的東西 我今天在B公司上班 我不見得要買B公司的東西 因為消費是我自己要用 所以如果東西不好 我就不會買 東西太貴 我就去別的地方買 所以自然而然消費者 他會自己選擇 他覺得划算的地方 那很多消費者 他會選擇在愛多美 做一個購物 原因無它 就是因為我們有 絕對優良的品質 跟絕對低廉的價格 而這個就是 我們所有的會員跟公司 成為一個魚幫水 水幫魚的互助概念 我們幫公司介紹客戶 公司幫我們把會員留下來 光靠我們自己是留不住會員的 就算我的口才再好 人脈再好 我的朋友相信我加入購買 如果東西不好用 你覺得他會每個月買嗎 是不會的 所以公司就一定致力於 好的品質跟低廉的價格 幫我們留住會員 所以透過網路網站 讓每一個會員能夠輕鬆自在 簡單的做一個消費的一個動作 所以今天我們愛多美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我們的品質 它是非常有保障的 第二個我們的價格 其實現在的消費者都非常的聰明 你我都一樣 買東西怎麼樣 先看一下價格 只要合理的價格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選擇 那透過網扣事業是非常的便利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透過直銷的概念 它有非常好的一個優勢 叫做倍增 各位 今天講到倍增 很多人他的算法 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他沒有辦法知道倍增的概念 我跟各位做一個小小的故事分享 有一個國王 他想要請科學家來幫他做一個實驗 那請了第一位科學家跟第二位科學家 然後問他們說 我要付你多少的薪水 那第一位科學家就說 你一天給我一百萬 一個月的時間 我就可以把你交代的事情做完 那國王心想 一天一百萬 一個月如果三十天 他要花多少錢 三千萬 很簡單 那第二位科學家就跟這個國王講說 你第一天只要給我一塊錢 第二天給我兩塊錢 第三天給我四塊錢 比前一天多一倍就可以了 這個國王想想說 一天才一塊 第二天才兩塊 一個月下來可能不用花到幾百塊錢 所以他就選第幾個科學家 第二個科學家 各位 如果手上有手機計算機的 你可以拿出來點幾下 我剛才在舞台後方我有點過 你知道 一塊錢兩塊錢四塊錢八塊錢 這個國王在第二十天的時候 他就要付給第二位科學家超過五十萬 一天五十萬 五十萬跟一百萬比較起來好像怎麼樣 還是賺對不對 但是到第三十天的時候 國王要付給第二位科學家超過五億 超過五億 結果那一天剛好是大約有三十一天 所以他要付給第二位科學家多少 十億 各位這個叫做倍增 所以倍增的概念是一般人無法想像的 再打個比方 如果手上有一張計算紙 你知道對折五十次這一張計算紙有多厚嗎 你站在這個計算紙上面 我們可以直接登入月球 有超過這個距離 你那就有意思嗎 所以今天倍增的概念就是說 它是無限可以擴張的 就像透過愛多美的試驗 我們分享兩位愛用者 四位愛用者 一個變兩個變四個變八個 它是難以想像的力量 而這個就是一般平凡人能夠透過平台 讓自己邁向成功的唯一捷徑 所以透過組織行銷的概念 為的就是讓每一個消費者都能夠成功 這個就是為什麼愛多美要選擇組織行銷最大的原因 叫做倍增 這個大家要了解到 所以透過公司不斷在訴求的絕對優良品質 跟絕對低廉價格 才有辦法留住消費者 要不然今天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加入了之後 公司又沒有強迫購買 又沒有強迫推銷 也沒有強迫每個月重複消費 那到底誰要買東西 各位自然消費 所以我們家裡的食衣住行銷真的 我常常會跟我的會員講說 在愛多美每一位會員 雖然不是每一位都有領到錢 但是每一位會員都有賺到錢 為什麼會這樣子說 像我們的葉黃素它的售價是1080塊錢 我想到我以前有買過日本牌子的葉黃素 它一罐的售價是3900塊錢 重點是我們的葉黃素一罐可以吃 三個月 我之前買的日本的葉黃素 它可以吃一個月 所以平均下來 我一個月如果要保健我的眼睛 吃葉黃素 我可能只要花300多塊錢 以前我要花3900多塊錢 我買一罐可以賺3000多 所以在愛多美這個平台做消費 每一位會員都在賺錢 因為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買到就是賺到 我們再給公司一個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透過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我們才能夠不斷不斷不斷拓展事業的版圖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因為東西也好又便宜 所以回購率非常的高 它是自然消費形成的一個概念 所以透過在愛多美的事業發展裡面 各位要曉得一個非常重要的 每一位會員都在賺錢 因為買到賺到 但是領錢的人並不是每一位人 如果在全台灣所有的會員 今天都跑來參加成功學院的話 那可能怎麼樣 滿到體育場滿到馬路上去 因為超過數十萬的會員 所以大部分的會員 他是自己用愛用的消費者 而在場的各位 我們是希望能夠更上一層樓 能夠幫助我們自己 家人夥伴在事業上取得成功 而在事業上取得成功 就必須要借力 借什麼力量 借系統的力量 今天公司很特別的文化就是 撇開傳統上下線 旁線右線所有的團隊區別 我們透過齊心合力 讓每一個會員 只要我想要 我就能夠做得到 而公司提供我們什麼樣的系統 來做個協助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主要有三個成功的系統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中心說明會 目前在全台灣有超過 三十個教育中心 每一位會員都可以到 臨近的教育中心去做學習了解 而在第二個我們的系統就是 一日研討會 在每一個縣市 公司也會定期的舉辦 一日研討會 而最重要的就是 每個月固定的成功學院 而參加成功學院的會員 你會更清楚的 了解到董事長的理念 了解到獎金制度的文化 了解到愛多美的精神 最重要的還有我們李孫英博士 在整個講述 整個做人的道理 我覺得這家公司真的很神奇 他常常會教我們做人的道理 怎麼樣為善 怎麼樣做好事 所以今天透過成功學院 你會真正了解到 我們今天在愛多美 不僅僅是幫助自己 更能夠幫助別人 而這個就是公司 所創造的系統 所以在座的會員 如果你很擔心說 我的推薦人沒有經驗 我自己也沒有經驗 那我要怎麼做 各位 今天最好的導師 就是公司 而公司提供所有的成功系統 就是來幫助在座 每一個會員成功最佳的捷徑 所以我常跟我的會員朋友講說 如果你能夠連續來成功學院36次 以後你每個月收入會超過36萬 各位覺得這樣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參加一次說他要領一萬 你應該說沒有 因為要連續36次以後才會有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透過我們的中心課程 我們的一日研討會成功學院都非常的好 那公司在整個協助文化會員組織 就是善良的發展 所以有一些提醒 跟所有的會員 我們互相做一個約定 第一個我們禁止囤貨 不用像以前 我們以前好像印象當中 做直銷好像做生意 你沒有成本你怎麼做 今天消費者是不用成本的 我們買的日常生活用品 如果今天沒有愛多美這個平台 我們家裡的衛生紙還需不需要用 還要只是買別的 我們家裡的洗面乳 各位在場的女士化妝台前面 很多的化妝槌乳液 如果沒有愛多美公司之前 我們有沒有在用 有啊只是買別的 所以它是一個消費者的自然消費 切記缺什麼買什麼 不需要買用不到的東西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公司禁止囤貨 那在文化上面我們也是禁止 嗆聲跟挑聲 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是我們 希望各位會員能夠遵守 我們不要在網路上面 印製相關的DM 以及做渣染會員的動作 公司是站在幫助會員的立場 因為擔心很多會員非常的熱心 他用了我們的商品 有非常好的體感 他就希望能夠分享給很多的朋友 但是他的體感寫得太過的露骨 打個比方 我可能用了我們的牙膏牙刷 結果身高長高5公分 腰圍瘦5公分 考試都變100分 哇這個在台灣的規定來講 這個叫誇大不實 誇大不實是會罰錢的 那所以各位會員沒有關係 我們就私底下 跟我的朋友做一些分享 但是就不要透過網路 做一些太過露骨誇大的延遲 因為這個我們還是要遵守我們 台灣的一些法令規定很重要 所以透過整個愛多美的事業很簡單 我們加入要多少錢 有人說50塊 有人說不用入會費 所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今天我們透過網路註冊 就可以成為愛多美的會員 但是每一個國家在認證的程序上 是不一樣的 就我所知在國外有些國家 他透過網路上傳下載申請的文件 他就可以認證 但是在台灣他必須要有書面的證件提供 所以我們連同我們的行路 還有公司的營運規章 把它放到一個資料夾裡面 你可以說愛多美免入會費 因為確實是免入會費 那你在台灣做分享 當然你也跟他說加入50塊錢 因為他加入必須要通過認證 而我們一份資料袋就是售價50塊錢 這個各位要很清楚這個部分 成為我們的會員之後 公司就提供一個全球24小時不中斷的網路系統 而這個網路系統 不單單可以讓我們自己買東西購物 還可以查業績 查組織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個叫做線上學習的系統 如果今天很多的朋友 沒有辦法來到我們的現場 來聽所謂的獎金制度 你一定要告訴他回去網站上面找VOD 我們有非常多的內容 不管是公司介紹 產品介紹 制度介紹 甚至很多的成功者分享 最重要的是我們還有很多董事長的影片 李生彥博士的影片 我們都把它截錄 還很貼心的做後製翻譯成中文 直接透過電腦 直接透過手機 就可以隨時做學習 隨時做了解 而這個就是跨國際 跨時區 隨時隨地都能夠做學習的線上系統 而各位在使用這個線上系統 需不需要額外付費 不用 所有都是公司直接提供給在座的每一個會員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非常的棒 而維持我們的會員資格 剛好提到 我們不需要每個月重複消費 但是維持會員的資格 公司有一個小小的條件 很簡單 就是一年購買一件生活必需品 你知道買什麼嗎 隨便 對 正確答案是隨便 有些人說 他一年買一次要買洗手乳 一年買一次要買衛生紙 各位 要買什麼 隨便 挑我們用得到的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挑用不到的 如果你家裡從來沒有在洗手的 你可能不用買洗手乳 如果家裡從來沒有在刷牙的 你不用買牙膏牙刷 如果你所有的一個髒東西 你都是用手擦 你都不用衛生紙的 你也可以不用買 所以我們只是要買什麼 我們用得到的 所以對於每一個會員 每一個消費者來講 他真的沒有任何的壓力 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要買 所以透過網路購物 很簡單 在台灣超過1800塊錢的總金額 扣除掉免運費的商品 我們就可以直接寄送到家裡面 那如果金額未滿1800塊錢 我們配送到所屬的交易中心 也是免運費的 所以透過網路購物 甚至手機APP 就能夠買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非常的方便 那要經營愛多美要怎麼經營 過去可能很多人想說 我必須要有很好的口才 要很好的人脈 要很好的傳直銷的經驗 傳直銷都不是人做的 都是超人做的 我只是平凡人 我可能沒有辦法做 但是今天在愛多美 各位 我們是消費者的立場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要老鷹才能夠飛 現在小雞在地上 就能夠減黃金 非常非常的簡便 所以如何經營愛多美 很簡單叫做真心分享 各位 分享是人的本性 如果今天我們在外面 跟朋友同事聚餐 聽到一則很好笑的笑話 我們馬上回家之後 衝到自己的房間裡面 棉被蓋住自己的頭 這個太好笑了 我一定不要跟別人講 這樣會得內傷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不自覺的 跟周遭的朋友告訴他 端午節肉粽去哪一家買比較好吃 情人節聚餐去哪一家吃比較划算 母親節去哪個百貨公司買財和特價 常常我們都會遇到做分享的動作 朋友結婚生小孩 我們要送小朋友東西 他要做月子 介紹到哪一個月子中心 這個要不要問人 沒有經驗我就要問人 那別人告訴我 這個就叫做分享 而經營在愛多美裡面 我們就是一個叫做真心分享的概念 如果我們自己從來沒有用過愛多美的商品 跑出去跟朋友說 這個東西好用又便宜 有時候我們很難去說服我們的朋友 因為我們連自己都說服不了 所以在座的朋友 如果你還沒有用過我們的商品 你可以挑幾樣有需要用得到的用看看 如果覺得不好用 自己就不要用了 也不要推薦給朋友 那如果自己覺得好用呢 真心分享介紹給周遭的朋友 就這麼簡單 所以在愛多美它只是一個消費者的立場 而不是一般我們過去一定要所謂賺大錢的立場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傳遞 我們就能夠往下做一個延續 而會員人數越來越多 公司就要說清楚 講明白獎金如何的分配 所以透過我們的營運規章裡面 它就很清楚的載明到我們有幾筆的獎金 再次跟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首先安置組織獎金 領導貢獻獎金 進階成六獎勵 以及教育中心的今天 首先各位曉得 我們的組織的型態 是採用雙向制的 什麼叫雙向制的 就好像我剛才講那個故事 第二個科學家 第一天要一塊錢 第二天要兩塊錢 第三天要四塊錢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 左邊推薦一個會員 右邊推薦一個會員 兩邊往下做一個延伸 而最重要的是它往下延伸 它是無限代 各位 無限代 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們在第三十天的時候 可以領到五億 第三十一天的時候 可以領到十億 那無限代呢 它是非常的驚人的 非常驚人 所以各位 小成功靠個人 大成功一定要靠 團隊 所以我們絕對不要靠自己 靠自己是很累的 靠團隊我們能夠無限代的延伸 在愛多美的事業 有無限的發展可能性 最重要的它還可以怎麼樣 跨國連線 昨天中午的時候 我會比較先到這個會場 準備一些會員要來 上成功學員的事項 突然我在好奇看我的 網站辦公室下信購買明細 我竟然看到有會員的姓名 他的長得像蚯蚓一樣 原來泰國購物網站開放 我竟然有泰國的會員在購物 我竟然能夠累積到PV 非常的感謝公司 這個叫做跨國連線 各位 無限代跨國連線是什麼意思 全世界只要愛多美在的地方 我們都能夠領取累積當地會員的點數 而這個點數都可以轉換成現金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今天如果我們現在在這邊坐著上課 而我們在地球的另外一邊 現在是晚上他們在睡覺 而今天如果我們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地球的另外一邊可能怎麼樣 有人在上班有人在工作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今天我如果站著講課 有人在買東西 我有錢賺我是站著賺 如果各位下次坐著聽課 如果有人在買東西 你有錢賺 各位是坐著賺 如果今天晚上11點12點 我們就寢了 我們都在睡覺 我們都在躺著 有人在買東西 我們有錢賺 我們是躺著賺 所以透過無限代全球跨國的連線 點數是不斷在累積 而不斷在累積的時候 我們的獎金就不斷在累積 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因為PV是全球連線的 很多公司錢都嫌賺不夠多了 而愛多美是怎麼樣 有多的錢盡量回饋 有多的錢盡量回饋 所以每樣商品金額小 點數多 讓參與事業的會員 都能夠領到更多的錢 而累積個人的點數 是終身累積不歸零的 所以在累積的過程當中 各位要曉得 今天公司在運規章上面有載明是 個人消費累積超過1萬PV以上 我們可以開始參與公司的獎金 如果還沒有超過1萬PV的 暫時不能參與活動 所以如果我要參與活動 最少個人要累積超過1萬PV 而1萬PV大概是多少錢的商品 不一定看買什麼 如果是剛才我們簡報上面的金油 貼不是780塊錢 如果是一盒大牙刷 各位知道現在一盒大牙刷點數多少 5千那一盒大牙售價多少 260 如果一次買兩盒的話 我們是花520塊錢 有多少點 1萬點 就1萬點了 就這麼簡單 那隨著我日常生活用品 不斷的消費的累積 30萬點70萬點以上 那我們會可以怎麼樣 領到不一樣的獎金的遊戲規則 所以透過個人累積1萬點 最多一天可以領750元左右 個人累積30萬點 可以最多領2250元左右 那如果累積到70萬點 一天可以最多領4500塊左右 而且具備挑戰我們全球分紅銷售大師的資格 那我們在安置組織獎金裡面 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要領錢是怎麼樣 看我們消費的點數 各位 今天如果有會員問你說 我已經消費1萬點了 我可以領到多少錢 你一定要斬釘截鐵的馬上告訴他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自己消費是沒有錢的 消費必須要別人消費 打個比方 如果今天裂鋼是一個咖啡廳的老闆 早上10點營業 晚上10點打烊 這一天下來整間咖啡廳 只有我一個人在喝咖啡 你覺得我這個老闆那天賺多少錢 沒有 因為沒有客人 沒有別人 所以自己消費是參與公司的活動 但是我們領到獎金必須要別人消費 而誰是別人 就是買日常生活用品改變習慣的消費者 就這麼簡單 當我們的左邊累積30萬點 右邊累積30萬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領取一次的獎金 那領取多少錢呢 如果個人是1萬點以上 我大概可以領到750元左右 如果左邊累積30萬點 右邊累積30萬點 我自己也是30萬點 那一天我們可以領到大概多少獎金 250左右 對 那如果左右累積70萬點 個人是70萬點 我們就可以領到4500左右 那如果在上一階 累積150萬點 自己也是150萬點 我那一天就可以領到大概9000塊 而公司的封頂 他是一天最多可以領 45000塊錢 所以各位 公司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叫做均付 所以剛才提到 透過組織 雙向 無限貸的延伸 那一號會員 他就能夠賺10億 那公司就倒了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設定一個封頂的上限 讓每一個會員 後面加入的會員 他都能夠平均的領取到公平的獎金 那各位你絕對不要覺得 現在加入愛多美太晚 像我們昨天看到我們新上聘的 王冠大師紀念書 王冠大師 看到他的編號我嚇一跳 各位還記得幾號嗎 6000多 我一看我自己 160幾萬 他6000多 他好早加入 各位 在座很多如果這個月份加入新會員 你知道你的會員標是幾萬嗎 800多萬你會不會覺得太晚 會對不對 我跟大家分享 排隊的樂趣 排隊 在台灣很多 玩遊樂設施 買美食都要排隊 昨天吃完晚餐去Seven還要排隊 排隊的樂趣 不是看前面多少人 而是看後面多少人 今天如果 越南公司開幕 泰國公司開幕 2019年中國大陸開幕 你覺得從800萬號會員 過幾年會不會變1800多萬 2800多萬 3800多萬 你知道2800萬的會員 看現在的800萬會員 他會有什麼感覺嗎 哇你怎麼那麼早加入 所以我們給在座所有這麼早加入會員 一個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各位 現在真的正是時候 百年的企業 如果以一個人 壽命活到100歲來講 這一家公司現在才8歲 他才念小學 二年級 這一家公司叫愛多美 非常的年輕 而有幸在非常年輕的時候 你我就能夠接觸到他 未來的發展更是無限大的可能 所以在整個進階成就獎勵 就是我們全球分紅 剛才提到 除了我們的安置組織獎金 公司提供叫全球分紅 全球分紅的第一個叫做銷售大師 達成銷售大師的條件很簡單 在每個月的上半個月 1號到15號 下半個月 16號到月底 在這半個月當中 左邊累計超過250萬PV 右邊累計超過250萬PV 我們就可以晉升銷售大師 領到公司提拨的全球分紅 而在下一個階段 當我們要晉升鑽石大師的時候 他就不是看業績的 他必須要幫助夥伴成功 我們才能夠更成功 所以今天各位 如果在所有的組織會裡面 只有我一個人賺到錢 我的夥伴 我的下限都是消費者 沒有賺到錢 我最多最多最多 只是一個銷售大師 因為我們要晉升的條件是 在我的左區 最少有兩位會員跟我賺一樣多 我是銷售大師 左邊要兩個是銷售大師 右邊也要兩個銷售大師 我才能夠進一階 所以公司是強迫互助 很神奇 他不是靠我們自己要成功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不是強迫消費 強迫互助的公司 我們要幫助我的朋友成功 幫助我的夥伴成功 我們才能更成功 所以這個就是為善的公司很重要 所以透過我們的進階 銷售大師 鑽石大師一直以上 我們都可以領到不一樣的 進階成就的獎勵 像我們昨天有頒發一個 叫王冠大師 以這個舉例 各位他的現金 公司提供3億 你有看到那個影片 他在發什麼 現金對不對 折合新台幣 你知道王冠大師現金3億 大概800多萬 所以到時候台灣也要用行李箱 裝現金來頒發 那他還會有一個 信用卡的額度是500萬韓元 折合新台幣 將近快15萬 刷卡不用結帳的 不用繳費的 因為公司會幫你繳 非常遵容的禮遇 那我們最多的一個 尊王大師 一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最多的獎金是 進階成就獎勵 我們是10億韓元 折合新台幣 大概2700多萬 2700多萬 那他的信用卡的獎勵 是每個月1000萬韓幣 大概30萬 各位每個月30萬的信用卡 給你說好不好 一開始你可能覺得 30萬可能不夠用 你相信我 過半年你會很難刷 因為該買的都買完了 每天要花超過一萬塊 很難花的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花沒有關係 你來找我 我會很樂意 幫你解決這個困擾 好結論 我們今天愛多美這個事業非常的簡單 那為什麼我們每一個消費者 都能夠成功綜合以下的特點 第一個 會員獨享 我要成為愛多美的會員 我才能夠享受 這麼好用用品的商品 透過日常生活用品主動消費 各位 50年前 這些東西叫生活必需品 現在也是生活必需品 你覺得50年後這些東西 是不是生活必需品 它是不會退流行的 很多商品都有流行 過了就沒有 但是日用品是不會退流行的 所以它可以持續不斷長長久久 高品質低價格 讓每個消費者 買到真的好用又便宜的商品 所以回購率非常的高 那公司的背景又是怎麼樣 首區一指的研究機構跟單位 所以能夠幫助我們在世界上成功 所以很簡單各位 觀念轉個彎 前途無限寬 換個品牌 換個人生 在所有愛多人會員 只要加入 我們就再賺錢 因為 因為花我們原本在花的錢 可以賺我們原本 賺不到的錢 家裡的支出變成收入 非常重要的 所以掌握事業的先機 成為全球流通業的始祖 在愛多美 每一個在座的會員 都能夠共享這份榮耀 尤其未來你知道華人的市場 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多 可能透過一個城市 就能夠誕生好幾個皇家大師 所以未來我們的發展真的是無限大 那最後很多人講說 那講這麼多 我想要進愛多美的條件 各位知道做愛多美的條件是什麼嗎 當一個專業的消費者 所以你我如果有在用日用品 你我如果有在刷牙洗臉 你我如果有在用衛生紙 我們只要換個品牌 換個地方 換個習慣 我就能夠刷牙 刷出一棟別墅 衛生紙插出一台賓士 那我們要在哪個地方才做得到 愛多美 所以各位 掌握事業的先機 邁向自己的成功 幫助自己跟所有的家人 在愛多美成就自己的理想 今天分享到這邊 感謝各位時間 謝謝